欢迎收看第七场赛事 也是明天的杯赛场合 见习医师学校50周年纪念杯 这场合都挺好看的 三班1200米的赛事 如果看看新胜马就是一号的年年有型 上次孟巴黎博失了 不过他赢马那只胜得出色再出就赢 长胜霸区上次赢完 四班赛事上回排一档 还有胜利才子上次入Q 在四班亦加了些分 每个人都选择了 这只孟巴黎 上次输美那些马 你都没得说 有头有尾 这只孟巴黎很厉害的 看看他怎么跑 这场骑士大执位 看看上次孟巴黎梁家俊騎 里面有阻智永区 外面有帝豪宝宝 后面还有盈月 这一日亦都是那些骑士 全部跑出去外来 当然啦 骑士都知道什么偏差 没错 所以你看到阻智永区 随着近中档那边 老振 看回这一场 暴触虽然不是很快 但在孟巴黎之前 试过在快时间回来 这里也有少少 顶着旁边的姓德出色 但到末端有少少力弱 不能顶着 外面姓德出色过去了 不过我刚刚说过了 胜得出色日再出日再赢 衰败由荣 这些马 你知道 拜拜 散仓在职 也保持得很稳定 这个马 这个马房的马贵尾 你应该信赖它 所以今次 始终好像很聚首 始终都 就算用到潘顿 我相信这里也没办法 因为它上次的证明都挺硬正的 很跑 有头有尾 书美那些超班 没得说 我觉得这里也 迟早都很斑顶 除了它之外 就要想想 何富全马房那只顺势而非 顺势而非 顺势而非 真是状态 刚刚来的 都跑得这么好 有个数据 对 看回罗富全 因为缺冠 所以有什么子弹 都拿得出来 一顺势而非 其实赛前的试集 又不觉得它特别硬 谁知一出 就已经跑到亚军 看回罗富全 2022年至今 亚军马逆进再出的成绩 九冠三亚两季 胜出率三成多 上名率都超过一半 五成四 今次田泰安 不奇这只 其实田泰连连有型 这只由梁家将排到二档 应该都可以的 增程来跑 当然了 看看它上一次怎么跑 看看上世而非 上次初出 就决定跑谷操一千 打算试集 早段很快 但它就留着来跑 留着来跑 都算了 还要兜着大弯 走亏 这只是千二马 但是你看到其实它这样蝕住 最后冲到上来 可以进到前面 那只二昌辉煌 都是赢了 但是以初出来说 它挺厉害的 收复了 对啊 拖完一场 这些马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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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所以我们都是 抖了 还有那只马蜂 值得兼顾 就是那只鸿蜂蜂蜂蜂 没有跑那么久 上一次 早段黑夜睡 中点前好像飞 上来 这只马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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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 很准的,路程協同,排位不错 所以这只进来就有盘率了,你不相信它 何言最近的匹市马都挺好分的 看看这场我们选什么马 行头选3号的孟巴黎,原来有8号信誓而非 5号,鸿运泰斗和9号胜利才子 接着看看第8场赛事 第8场赛事三班一千米直路赛 留意这一场上限85分 所以都有几匹港班马 1号当家清晨,2号巴薩洛瓦,3号经典智升 4号连年欢呼,5号平海掌升 其实都是80分,或以上是81分 智庆时机都是81分 这场呢,其实跑短途 通常高班短途比较易中 这场我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水 那些马不是很适合心水 有时候跑马都知道,每个都是这样的 你说简单,我又没有心水,原来 每个都不同的,没有什么心水 为什么有一只马,我觉得要 都不输了多少次,就算这次不行 那只很漂亮的马来的,巴薩洛瓦 这只马跑了两场没什么表现 没什么表现都可以看一下 怎么跑法呢 那看回巴薩洛瓦,其实两场赛事 都是跑谷操一千米 那看回直路赛了 那这里不是沙田直路 为什么会在这么外面呢 因它叛着较幻,刚才冰冰冰冰冰冰冰示 那会被浪流进行机 差一点的,那便握到他的手 Robin 那么最后都是期附的 自己,轻书鞋头那样开始 这只马呢,跑起上来 这是靓的马来的,你看看他 很多好像充满弹力 你就 certification sua spicy刀 重新一種跑�ks 而且开步浓很ường 像一隻跑狗一樣 你看他 你有沒有留意 像一隻跑狗一樣 很厲害的 馬雜人一跑 一到當態 現在他做事給你看 做事給你看 又擺 莫女拉 又彈雜 有時候很害怕這些東西 方仔是經常這樣 你以為很過癮 他經常都吸引你的 你就糟了 這次究竟是真還是假 我都不知道 不過這隻馬你看到他 當然是厲害的馬 這次不行都認住他 總之是好東西來的 可能這次輸了 下次跑千二換個騎士 完全不同了 我喜歡馬跑千二的 總之無論如何都好 今場沒什麼心意 不如提供這隻馬 大家撐緊他 偉大馬房其實都很喜歡 可以瞄著上限85分的三班賽 原來上季至今 這些81分至85分的馬跑三班成績 總數三班內一貫一喊一落 遞入Q率 三分二 六十七% 有做事的 對 這一場其實有多可得五分的1000律米直路賽 都瞄著這場 看看他這場五七二怎麼跑呢 同場的對手挺兇的 因為同場見到有經典之星的精彩勇士 跳出世界很好學習 平衡的掌聲在後一點 贏馬那一匹緊張大師 一早已經貼了一條欄 裡面白色衫 白色舞那隻 聖不嬌 之後轉去谷草1000米也贏 當家精神 這裡對著二班馬 雖然沒暖騎下去 好像不太夠那隻聖不嬌跑 但今次的對手弱 都算厲害了 跑1000律路這隻馬 暫時來說 他是唯一出路 蔡前還要多做大閘 要做事 不敢採蠻 看到其實他沒有認真期 在這些濕重場地 叫網網外面那些綠色系的衣服 其實頭二名的馬匹 都拋掉後面了 綠色扯扯了挺厲害的 似乎 似乎 除了似乎之外落草地 難回兩科 做工就做得很多了 叫做 還有多少進步就不減說 跑回這個路程 是專才來的 所以都是機會馬之一 還有一些都不用多想的 當然還有日日營 精彩用詞 好像差不多這樣的馬 所以這些馬都是 好像是很正路那樣 但是我真的沒什麼特別的心意 希望這次退了熱 因為上次賣到二十多元 這次繼續在潘頓排著外東 起碼這次的磅位就揹輕一點 就算是這幾個馬跑得沒什麼用 沒什麼行 沒什麼用性 不過這場看看我們選什麼馬 2號巴薩落雅應該好分一點吧 走頭的 接著有1號的當家精神 8號日營 和7號的精彩用詞